凤九回到凤府里看了下古墨的情况 在确定古墨在吐出血体内毒已经解了之后 便交代了冷华等人一些事 而后便回到房门中关起了门 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忙什么 直到天色暗时才从里面一脸疲惫地走了出来 小九忙完了 关系领见他出来便示意他过来坐下 给他倒杯茶 歇会儿吧 你看你这几天都忙成什么样子了 还好了 我把那毒的成分研究了一下 再分别找出相克的药物 到时就算有人再中了这毒 也不一定是七阶解毒丹才能解毒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 我在这里等你 是因为我有东西给你 他取出了他在外面得到的一些宝贝 当一件件奇珍异品被摆上桌面时 凤九不由看呆了眼 一桌子的东西堆成小山 什么珍宝啊 婴儿拳头般大小会发光的桌子什么的 一样样堆放着 他只感觉眼前这小山在闪闪发着光 哥 你上哪弄了这么多东西啊 别跟我说你这一趟出去是去打劫了吧 好东西啊 怎么这么多宝贝啊 我出去怎么就没遇见这些啊 怎么样 这些可都喜欢 这些都是哥哥特意留给你的 都给我的啊 这么多宝贝啊 对 都给你的 还有还有 你再等一下 他从空间戒指中 爆出了那块火红色的大石头 因为这块红色的火药石太大了 桌上也摆放了珍宝 因此这么一块珍贵无价的极品火药石 就这样被他随意的摆放在地上 你看这块石头 这是我在火山林里面的火山口上面搬回来的 你瞧 这颜色跟火焰似的 漂亮极了 就想给你带回来 本来还想着找个雕刻的工匠 将这石头 雕刻出个模样来 再送给你的 不过又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子的 所以啊 这东西我就这样给你吧 你找时间让人送去 雕刻了 弄个好模样出来 也可以摆在天单楼里 欣赏着 他哥刚才说什么了 拿去雕 想到这里 他问 哥 你可知这块是什么 知道 说是什么 极品火药石 还值点钱 还值点钱 这么大块的东西 而且还是火焰般的颜色的 这可是无价之宝啊 也幸好你没拿去雕刻 要不然我得心疼死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这东西 当时不少人跟我抢 最后都抢不过我 我知道 当时我也在火山林 你是跟着那队佣兵的吧 路上我们应该是有遇到过 只不过 你没看到我 我也没看到你罢了 直到后来 在那火山后面你们走了 那些人要追上去 我看到你的身影 才帮你拦下了 那后面追你们的人 那些人身上的东西 都让我打劫了呢 原来你当时也在里面 难怪了 我还在想 当时那后面的人 怎么没追上来呢 原来是你在后面帮了我们 我还在里面